因為早前IG story有個許原版 就看看你們想我拍什麼主題 看到很多女生說不如拍SARA開箱 所以我已經在SARA買了一大袋衣服回來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唐文希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就是開箱SARA的衣服 其實在早排的時候我自己也有行SARA 但可能真的未完全轉貴 所以這些衣服都是很奇怪 很多都是一些綠色或藍色 我是完全不會穿的顏色 最近這兩天我去SARA 就看到衣服已經轉貴了 全部衣服都是很漂亮 所以我自己在SARA已經選了10件衣服 想介紹給大家 平均每件都是$200左右 我自己覺得真的很划算 我覺得這個價錢買到這麼高質量的衣服 其實真的可以穿很久 加上這款衣服真的很漂亮 好 事不宜遲 我們開始 好 當然開始之前也要說一下我的身高體重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是165高50kg 好 那我們開始 好 首先第一件就是我身上這件衣服 其實這件衣服的質地我覺得是很漂亮 因為它是反光的絲質 現在是很流行這件的反光絲質 所以我就選了這件 它是短版 最特別的位置大家相信都已經看到了 就是下面這個綁繩位置 這個綁繩位置就會做到這件衣服比較多層次 我覺得是有一點性感的 把這條繩綁在背部位置 下身可以搭配很多不同的褲 例如牛仔褲 或者好像這些白色的半截裙 其實都是很好看的 加上它這個V領絕對不會太低 會露出很多胸部出來 都會令到臉更瘦 另外它的扭扣也是做同色系 當然如果不想太性感突出的話 其實可以把這條繩綁回蝴蝶結在前面也可以 你也是喜歡把蝴蝶綁在腰上 其實視覺效果都會令到腰更柔 最重要是這件衣服不會很焗很不舒服的質地 它是很清涼很舒服的 就算夏天的時候 你怕曬的都可以穿這件衣服 我選了XS 它的價錢是$299 這件衣服我相信都可以穿很多貴的 都可以搭配很多衣服 所以我覺得是值得買的 第二件衣服我身上的這條白色裙褲 看到這個設計的時候 我已經很喜歡它 因為它是白色和金色扣 其實它中間的位置都有金色扭扣 它的扭扣設計得很漂亮 看上去是很小香蜂的感覺 其實它上身有一件外套可以配襯裙 但我沒有買那件外套 因為我覺得有點熱 所以我只買了這條裙褲 加上另外後面給大家看 其實它的裙褲的設計 收得屁股位是很漂亮的 大腿位置其實還有一些空洞位 所以其實看到這隻腳 是不會很蠻緊 然後好像很肥一樣 這條裙褲的質地是很特別 它是厚一點的 但我覺得下身裙來說 厚一點也沒有緊要的 因為也不會覺得太熱 它是布料令到這條裙是更加漂亮 更加高貴 長度是剛剛在屁股的下方一點 會顯得腿更加長 而且也不需要拍頭光 這條裙褲就選了XS 始終它是沒有橡筋 而且它本身這條裙褲是沒有彈性的 所以最好也可以拿回專門DISD 這個白色裙褲的價錢是349元 這條裙都可以穿四季 這條裙都很值得大家入手 好 好,來到第三件了 就是我身上這件大地式的背心 看到它也是一件中情 因為我已經想到可以配上很多衣服 它的顏色其實是很春夏季的顏色 它的尖竿位是很特別 正常的背心都是平厚的 我喜歡它這個設計 因為它是做到修飾效果 然後令到腰部更加S型 而它的領位是大U領 它這個肩帶也不會太幼太粗 其實也是剛剛好 背心的質地是做了幼的直戒紋 我自己是很喜歡這些的棉質質地 它的背部也是做了大U領 如果你跟我一樣喜歡比較歐味系的話 其實也可以入手這件背心 它是分兩個碼 要是SM 要是ML 我選了ML 就不會太緊然後拉住你的胸部 這個碼頭也會穿得我的胸型很好看 也不會有壓胸的狀況 它的價錢是149元 我覺得這個價錢買到這個設計 以及這個顏色 我覺得是值得的 另外第四件就是我下身的C質半身裙 它這個顏色其實是有少少米黃色 它這個C質也是做了反光的C質 很清涼很舒服 而我喜歡它是因為它這裡是做了開叉的位置 左搭右搭左 所以也不會怕很容易走光 穿上去也是很有氣質 當你的腳不動的時候 下面其實也可以看到微微的三角位 然後也會顯得你的腳是伸延下去 看上去更加長 它本身是沒有拉鍊的位置 所以其實你也要看它的彈性 其實它這個腰位也是十分有彈性 當然由於這個C質太薄 買了這條裙的話 最好就配一些無痕的底褲 這樣就會更加好看 我穿上身比較casual的衣服 下身配上C質女人味的裙 其實也可以中和整個look 這樣配都是很好看 想更casual一點的話 可以穿球鞋 如果不是我就像我 穿高跟涼鞋 其實夏天是很好看 這條裙我自己選了XS碼 我覺得其實腰位還有一點鬆 但我覺得都可以接受 價錢就是$249 在這個價錢買到這麼高質量的裙 我覺得是真的值得買的 要提醒大家 這些C質的話 出外之前一定要趕一下它 不然就會很潮 好,那來到第五件了 就是我身上外面的外套 這個是C質的襯衫 近一點才可以看它的顏色 其實它是有一點黃黃的 甘甘的顏色 它這個C質真的很舒服 這幾個C質真的很熱 穿到人的氣場 真的會有氣質和女人味 所以我就選了很多C質的單品 其實一放出來都是普通的襯衫 其實你們都可以配搭你平日的衣著 而去怎樣穿這件襯衫 如果裡面穿一些比較暴露的衫 其實我外出的時候都一定會穿這些外套 而它的領位都是普通的襯衫 大家看到我一看上去的時候 是很滑 而且是很清爽的感覺 這件襯衫可以當夏天的防曬衫 另外細心一看 其實它這些扭扣 是好像一些背殼面的扭扣 它的細節都完全不舒服 放出來它的長度是剛剛遮蓋了屁股 這雙衫我選了S馬 它的價錢是$249 其實這件衫已經是我抽貴的時候買的 因為我看到這幾天ZARA也有出這件衫 所以我就順便介紹一下 好 現在來到第六件了 就是我身上這件粉色LACE吊帶背心 然後我看到它的時候都覺得很漂亮 但我在想怎樣穿出去 現在看到很多歐美的Blogger 其實他們都會穿這些LACE的背心 其實我想一想 我自己穿上身穿得漂亮就可以了 不需要理入行人的目光 加上做這個防走光的措施 所以就不需要怕了 其實我現在看上去的顏色真的很漂亮 它這個粉色好像櫻花粉紅色 通常一些LACE看上去會好像很便宜 這件LACE我覺得很漂亮 它也是做了馬甲型的設計 中間這些位置是做了一些骨 會顯得腰是更加柔 而其實我現在裡面只是貼了乳貼 我覺得貼乳貼的效果比NUDE BRA會更加自然 會真的令到胸部會滑得很厲害 然後就很誇張的感覺 這件衣服的感覺給我 是很發色休閒的感覺 比較浪漫 因為我覺得這件背心女人味道很重 所以我自己下身都會配一些牛仔 比較中性的單品 就可以中和整個感覺 它這條吊帶其實也是做得很漂亮 它是有一點點C質反光粉色 因為這些LACE背心都真的要配幼的吊帶才好看 背脊的部分LACE都是可以提到肉的 所以我覺得是比較性感一點 但當然你出街的時候 都一定要配合我剛剛的小愛套 那你的感覺就不會那麼尷尬了 這件吊帶背心我就選了N馬 那就不會那麼壓空了 其實價錢是$199 好,第七樣就是下身這條白色牛仔褲 其實這條牛仔褲已經列入了我最愛牛仔褲裏面 這條牛仔褲應該買了都很貴的了 當然看到春季都有出這條牛仔褲 所以我也要說一說 其實這條牛仔褲的闊度等等 我自己都很滿意 這條高腰牛仔褲真的很高腰 腰以下就已經是腳 這條褲我經常都穿 因為真的很好看 加上真的很容易襯 大家如果還沒買這些褲的話 其實也可以試一下這一條 它的屁股位置也是穿得很漂亮 會覺得你的屁股很囂張 它其實前面是沒有口袋的 只有後面才有 它的設計也是十分之利落 這條褲我是穿34碼 它的價錢是$399 大家也可以去SARA看看 好,來到第八件介紹的 就是我身上這件黑色年身裙 正面好像沒什麼特別 很普通的 但其實最特別的是它的背部 其實夏天的時候 很喜歡選一些比較特別的背部設計 我看到這條裙的時候 我覺得一定要入手 它這個收腰位置 是完全可以突顯了你的線條 而它吊帶的位置 都是做右吊帶 不會說很笨重 旁邊腰間的位置是有皺皺 當你吃東西的時候 或者比較懶惰的時候 摺起腰 你都不需要擔心 會有很明顯的豬腩肉摺出來 也都是很細心地做了這些 detail 近一點給大家看看背部的位置 其實它是分開了兩個蝴蝶結 看上去都是比較特別 拍照的時候就這樣轉一轉我背面 其實已經是有一張漂亮的照片 其實它的長度 都完全可以蓋到屁股之餘 其實都會長了一點 穿上身的時候 都很有安全感 還有一個 detail 就是它肚子前面 其實是有一塊假的布 就算吃得再飽也好 都會有一層布可以遮到你的肚腩 如果你就是想找一條黑色的年身裙 其實真的可以找這條 因為它真的有很多 detail 可以修飾到這個身形 自己穿就是XS馬 其實它的價錢只需要349元 這條裙真的可以去很多場合都可以穿到 好 到第九件了 就是我身上這件牛仔背心 它的設計很特別 所以就買了它 平日我買的牛仔的上身 都是一些牛仔的外套 它是配上我下身的牛仔裙 可以說回這個背心 其實它胸口都有這兩個口袋 它的洗水顏色我覺得相對於比較特別 經典得來 是少少偏黃 而它的扭扣位置也是做了很經典的銀色扣 它的車線位也是做了啡色的車線 這件牛仔外套我覺得形格得來 都會有少少女人味 所以就入手了它 它的長度就在腰上 穿這件牛仔外套的時候 其實你下身就已經是無限長 現在我就當了一個上衣去穿 平日的話 可以當一個外套去穿也可以 加上牛仔外套的下面位置 其實它也是有鬆動位 顯得你的腰好像很幼 因為就這樣看 這裡有很多空位的時候 就會覺得你的腰好像很幼 我想你衣櫃裡面沒有這些牛仔背心的話 其實都可以嘗試買一下 試一下這些Style 這件牛仔背心外套是$299 我自己選了是XS 最後介紹的是我下身的牛仔裙 家裡已經有很多不同的牛仔裙 但這個顏色我真的沒有 它的邊邊位都是沒有修飾到 它是有牛仔裙的絲在旁邊 我覺得都是比較隨性 它這個高腰設計是完全可以令我的腳更顯長 比例上都會很好看 平日的拉鏈位 它就轉了四顆這個扭扣 很多人都會怕我聽不到 然後就尷尬 但是它做了這些扭扣位的時候 就不會好像拉鏈位一樣容易爆出來 扭扣要一顆一顆去扣 所以這條裙的時候都需要少少時間 另外牛仔裙最重要就是屁股位置 其實它的屁股位置顯得我的屁股很囂 長度我覺得它是稍微短了少少 但是就會顯得腳更加長 這條牛仔裙我選了XS 好fit我這個盆骨位置 這個鬆緊程度是很有安全感 最好穿這條裙的時候都要打底 因為其實本身這條裙都比較短 在營網面前看 襯了這套衣服真的好型 然後不需要襯任何什麼飾物 其實都已經是很漂亮 它的價錢是$249 平時就算不襯上身是牛仔的話 平時襯上身的T恤 其實都是很好看的 好 今天就已經介紹完這10樣的SARA單品 其實這個開箱我也是十分滿意 因為它的質地價錢和它的設計我也是很滿意 如果你們看得對的話就快點衝去門市試一下 或者直接上SARA的網站直接找回他們 拍完這條影片之後我一定要快點剪出來 因為想你們快點買到這些衣服 好 希望你們喜歡這個SARA開箱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可以留言 和訂閱我的頻道 現在可以分享給朋友的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